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哲涵说 用最简单的话术讲述 米尔吉他以及阅理的乐曲师 我是米尔海郎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事 就是从一把吉他的磨损情况 也可以看出他的练习琴的时间 或者他的强度 以及他经常是在弹哪一种曲子 以及他的水平 是不是有明显的提升的一个状态 那么今天我就把自己的亚马哈拿出来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最近有时候在按弦的时候 特别是二弦的时候 特别容易发出嘶嘶的声音 然后我自己一开始没去注意 发现自己是不是吉他水平退步了 特别大横按趴一按 二弦的声音嘶嘶嘶嘶就出来了 后来我仔细的去看了一下 原来我的琴的品丝磨损的有点厉害了 其实我的琴的品丝磨损一直到达了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磨损状况比较严重的 那么所以说这把琴还需要准备 准备寄到一个专业的修琴的师傅那里 把我这个品丝换一下 顺便手感都调一下 特别是上弦诊和下弦诊 以及其中的一些小问题 他帮我稍微处理一下 这个就是准备一下 我给大家来看看 我这个琴的品丝磨损的状态 是怎么样子的 前提我这把琴已经用了四年多了 不是一年不是几个月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这把琴是YAMAHA的LU16 不是假的 是正品 我自己官方都验证过了 那么来看看 大家看这是一瓶 二瓶的地方 品丝的话基本上倒是凹陷了 因为这把琴 我原先练弹唱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在前面的低把位练琴的 所以说前面的品丝 大家看都磨损的都凹进去了 所以说这块地方的话 我在按弦的时候都会出现杂音 一弦的位置 那么其实我这个后面的话 琴弦磨损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了 因为后期的话 我基本上是在后面把位按和弦的几率 会越来越大 而且在练这个音阶的时候 特别是柔弦 大家可以看 柔弦的话可以把这个品丝磨损的非常厉害 大家看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磨损了 就是这样 琴弦的话老是在品丝上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所以说慢慢的影响到后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品丝的话 后期磨损也比较厉害了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这把琴质量不好 是因为时间练的长了 然后强度也大了 特别是在练solo的时候 或者主音旋律音弹的时候 因为柔弦比较多 所以说品丝这样子在磨损的时候 品丝的摩擦比较厉害了 所以说它的影响就比较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看 如果说你的琴 基本上在这地方磨损的 这说明你在低把位的弹唱比较多 那么如果说你慢慢接近于这种12品的地方 说明你的弹琴的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而且利用后面把位的几率也越来越大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说 一把琴拿出来磨损的话 不要只在这个地方磨损 这个地方也多磨磨 这样子的话它价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吉他不单单是前三品 后面也要用 今天我准备把这个吉他打包 然后寄出去 让专业的修情师来给我准备一下 继续发挥他的余热 拜拜